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正式接下民进党主席的宝座了 不过呢他也宣示有四项革新 接下来即将来进行 因为现在民进党正在低谷时期 怎么样带领民进党继续延续执政 恐怕成了赖主席的最大难题 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呢 赖清德今天就讲了 他要具体行动来回应人民的期待 而且不止他自己做哦 还包括了全党同志都应该要宣示共同来完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说他团结全党擦亮两块招牌 第一块就是民进党最招牌的这句话 情政清廉爱乡土 再来就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这两块大招牌 那么再来当然也有这一次大家所面对的台南黑金争议 尤其呢是这个赖清德也下到南部呢 回到故乡去跟党员来报告 党员也直接点名就黑金的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 他也直接要市长黄伟哲站起来一起道歉 那么很多的支持者鼓掌叫好 大喊着赖神的铁腕回来了 看到就破例 但是破例还不够 当然还需要四项革新了 包括了积极杜绝黑金 那么还要用一些民主的原则来增补人才 再来就是激起找回支持民进党的力量 也要回应年轻世代他们所需要的需求 那么这样子铁腕整军突破 能不能代理民进党冲破匿计 这也关乎到了2024这一战 能不能继续延续执政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